只剩一天边境第一步放宽 3月7号开始开放商务客入境 检疫期也从原本14天缩短成10天 只不过同时国内还有旅行团确诊 专家建议不止要加速长者疫苗失大 如果想出团也得自主快筛 同步呼吁跨县市尽快盘点亮能硬硬 尤其进入防疫下半场 解封同时要控制疫情 疫苗普及是当务之急 目前只开放12岁以上学童失大 5到11岁能不能接种 一届不同看法 比较倾向于说是可以开放 但是不见得需要像过去比较大的孩子 要什么校园接种这么大范围的 而是可以考虑是不是要采取 比较自由选择性 毕竟台湾疫情跟国外相比 算控制得宜 孩童感染比例低 但也有专家认为 幼儿打疫苗力大于弊 还是能避免重症风险 另外英国又研究 发现儿哨新冠长期症状 出现精神不集中 但医师直言台湾不用太担心 通常都是跟迪性感染 当时的严重度是有相关的 那也就是说 那我们目前国内的儿童 因为个案不多 那这倒不会也都是新症 毕竟解封之路 是必经过程 预防重于治疗 还是得让疫苗 摆第一顺位来布局 TVBS新闻 终于黄静盈台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互相关于鼓章的